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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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鈺 大家還記得前陣子 我們上傳了一部 我在法國巴黎 LV包包被搶 只剩手提袋的影片嗎 那這次呢 就來跟大家說一下 其他我們遇到的事情 歐洲旅遊 算是每個人一生必去一次的旅行 為了各位觀眾在未來 能夠玩得安心 所以呢 我打算做這一集 來讓大家知道 到底在歐洲你會遇到 什麼樣的人事 而這些人呢 通常都是衝著遊客而來的 歐洲手環黨 他們這些人呢 大多數都是黑人 你會看到他們手上 拿著一條一條的繩子 如果你的手被他抓住的話呢 他就會把那個繩子 綁在你的手上 那你可能就要付他10歐到20歐 不然他就會一直 死纏著你不放 不過如果你對那個手環 有興趣的話 你是可以跟他買一條 但如果你是一個很討厭 強迫推銷的人 那我建議你 不要靠近他們 雖然他們會自己靠近你啊 所以呢我一看到他們 就是能不抵他就不抵他 但他們都很積極 就算你不抵他 他也會一直想跟你講話 他說欸你的鞋子看起來蠻好看的喔 就算你不抵他 他們可能還是會抓住你的手 硬要幫你把那個手環 纏到你手上 當然如果這個時候 你大聲跟他喊NO 旁邊都有人嘛 那他也不好意思 再繼續糾纏你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個小黑哥 他就是手裡拿著手環 然後我就想要離他遠一點 然後他就朝著我正前方走過來 靠我越來越近 還把手伸起來 要跟我擊掌 然後我的臉就非常臭 然後我還為了閃他 裝到旁邊的小樹幹 你很開心 我開心 我開心 靠北喔 總之呢這些手環檔 他們就是屬於群比較激進的人 他們會很積極的去推銷他們的手環檔 說真的在歐洲真的是到處都有這種手環檔 所以呢要預防這種手環檔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一開始就不要理他 簽名檔 這族群呢我當時在法國遇到比較多 那他們呢通常都是女人 甚至他們會帶著小孩 那為什麼呢 因為歐洲有個法律喔 你不能對小孩或是女人動出 就算是他們錯在先 不然你可能要被抓去關 所以他們就佔了這一點才越來越囂張 而這個雛群呢就是所謂的吉普賽人 他們的行為是比較不會像那些手環檔 這麼積極 但是必要時刻他們也是非常的兇狠 他們通常就會拿著一個板子 問你說可不可以幫忙連署一下 救助殘障啊窮人啊 那當你在簽名的同時 旁邊就會開始聚集一些他的同伙 也是拿著簽名板慢慢靠過來 他們會觀察有沒有機會 趁著你埋頭簽名的時候 偷偷爬走你的東西 然後簽完之後呢 他們就會跟你索要捐款 如果你不給 他們甚至還會拉著你 不讓你走 這個時候呢 你身邊就會聚集越來越多人 把你包圍住 那你也不能對他們動作 就像我前面說的 記得嗎 然後呢他們同時 還有可能對你大小聲啊 甚至是罵髒話 實際上你把錢給他們 他們才可罷休 那當時呢 我在法國的時候 我也是早就知道這個簽名黨的存在 但我就想說 他們是不是可能就是沒有工作 走投無路啊 才在做這個簽名黨 在騙錢 我就想說 那就當作我捐錢給他們 就做個善事嘛 我可以給他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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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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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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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uncertainty 你不想再去看我 你不想再去看我 我看你去看 多少錢你去看 十五十 這就是為甚麼 是為了孩子,為了運動,為了生育 是為了生育,為了孩子 為了四十人 是很可憐 你去看這裡? 好運 好運 十五十 十 是為了二生育 是為了十五十 十五十 不是,它是小八十 只十五十 不,它是小八十 是在這裡 十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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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改變嗎? 不是,只有十五十 你給我一十五十 不是,我會改變 我錄了 不,只有十五十 你先不要錢 你先說五十五十 我錄了 I recorded I recorded You say FREE for first I already gave you 10 I already gave you 10 我原本還沒簽之前 我以為沒多少錢 我沒講到20元欸 真的是事大開口 我覺得我給他們10元已經算是人知益盡了 那如果遇到這種簽名檔真的就是不要幫他們簽名 就沒有什麼事情 他們可能還會嚇你 如果你不給他20塊的話 我會報警抓你什麼之類的 其實你可以真的等警察來 看是警察抓他還抓你 就像之前在墨西哥嘛 這樣子我們不懂法律 然後拿法律來壓我們 他只要錢 對他們只要有一點錢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說 找個藉口找查說 跟女生講話 是違法黨 所以你要付 他現在要付一點錢 小米黨 這個東西呢 是我覺得比較值得可以嘗試的 但是要知道 這麼做有可能會觸法 這族群通常比較常出現在義大利 那種大廣場有很多鴿子的地方 鴿子在哪裡 他們就在哪裡 他們慣用的手法就是 他們的口袋裡面全部都是小米 隨時就從口袋裡面抓出一把小米 硬要塞到你手上 如果你把那些小米接下來之後 旁邊的所有鴿子都會飛到你的手上吃那些小米 吃完之後呢 他就會跟你要錢 這東西我覺得可以體驗看看 滿有趣的 但你要先搞清楚 那個地區到底有沒有合法 因為像是威尼斯這個地區 他們就有法規不能餵鴿子 如果你餵鴿子的話 警察可以看你罰單 那張罰單總共五百歐元 那時候呢 我沒有遇到那個小米島 他們就是拿著一把米 看到人就塞 那時候是蠻想試 但我很怕被他敲詐 所以我在一開始我就問他說 我建議如果你真的想要試試看的話 跟他先談好價錢 要不然到時候你已經餵完鴿子了 他會跟你要10歐的時候 纏著你不放 你反而更麻煩 後來我認識一個導遊 他跟我講威尼斯那邊不能餵鴿子 而且他說呢警察不會抓那些賣小米的人 但他會抓那些餵小米的遊客 這樣的法規 是不是就會讓人家有點覺得 這是警察是不是跟這些賣小米的串通好 他們可以小米罰單兩名賺 沒有人知道 攤販 這個東西不管在任何地方旅遊 你都會看得到 而這族群呢相較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威脅性 他們就是賣東西的人 那他們通常分成三種 一種就是手上掛著一大堆紀念品 第二種呢 是哪一張布擺地攤 那那種通常走路就小心一點 不要踩到他的貨品 不然他一定會要你賠錢 第三種就是那種帳篷式的攤位 他們也不強迫 如果你想要買一些紀念品 又不想花太多錢 我建議你可以去找這些攤位購買 雖然品質不會到太好 但是你可以殺價 賭博地攤 這個比較莫名其妙一點 他們就是用三個杯子 加上一顆小球 然後讓你拆小球的位子 你賭一百塊你猜中了 他就給你兩百塊 那十賭九輸嘛 你一定不會贏的 他們在那邊會利用很多個暗裝 在那邊假裝是遊客也在那邊賭錢 然後讓你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這時候他就會讓你過來 讓你免費試玩一次 當然那一次他一定會讓你猜到 當你真正要開始玩 掏出錢的時候呢 你就再也猜不到 大家都看過魔術吧 他們會利用魔術的原理 讓你以為 球看起來應該是在某個杯子裡面 但事實上他已經偷偷掉包 球已經都不在這三個杯子裡面 所以你最後怎麼猜 你永遠都猜不到 這種東西就是看到了 就是不要去玩就對了 他也不會比你玩 所以這個也還好 這個族群的人呢 我不知道要如何定義他們 總之他們就是一群婦女 然後他們主要會在路邊站著 然後拿一個小杯子 小杯子裡面會有一些零錢 然後他們可能也會說 我在幫我的神木款 請你要幫我 神會保佑我 白天人多的時候呢 他們比較不會做什麼事 他就直接站在旁邊 然後問你可不可以給他錢 但是晚上的時候呢 他們會乘群結隊 包圍一些落單的觀光客 當時候我們就有遇到 我們在梵蒂岡的邊境 那時候其實也不晚 大概五點多左右而已 但是那時候天色已經全部按下來了 好黑喔 這也真是暗 然後我們走在那個錄像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左手邊 有個阿姨拿著一個杯子 然後說了一段我聽不太懂的話 然後手伸到我的胸前 然後就示意我要給他錢就對了 那時候呢我的注意就被他吸引過去了 然後一個不注意 右後方來一大拳附近 大概六個左右吧 他們就會整個人貼上來 把你圍住了 而且他是真正直接貼在你身上 那種感覺 那時候秀就直接尖叫 但是他們還是不死心 然後還是去貼著 我就整個火了 我就 Leave me alone 然後我就指著其中一個女的鼻子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然後全程都會用紅 那感覺就有點被嚇到 然後就鳥獸散 對我承認我那時候 真的是有點太激動 但我女朋友都害怕成這樣 我該有的氣魄還是要拿出來 反正他們的做法就是 圍住你 然後呢 趁亂 然後從你的口袋摸到一些 那這種東西 能避免的方法就是 鏡頭掃去那種 又黑又暗又少的地方 那如果你看到過遠處的 立雪雲看起來就不像觀光客的那種 就不要靠近 如果真的遇到了 我覺得我的方法蠻有用的 就用大聲的音量下推他們 讓他們走開 那以上這些都是我實際有遇到 那接下來我再講一些 我沒有遇到的 都是我們聽說的 因為我這個人就是很喜歡交朋友 所以我們在歐洲的時候 有時候會去一些華人餐廳吃飯 我可能就會跟那個華人老闆聊一天 然後就會聊到說 那附近的治安 有沒有什麼詐騙 他們有講到幾個比較奇葩的 紙巾檔 這算是比較少見的 那他們通常呢 就會有人被安排在二樓 往下灑一些 有點像鳥屎而心的髒東西 然後當那些髒東西呢 滴到你身上的時候 會有一群人 可能三到四個 那他的紙巾就圍著 你要幫你擦 這時候呢他們就會趁著 你的注意力 都在你身上的鳥屎的時候 偷偷把你的東西爬走 這種那個 反不勝反啊 但我是沒有遇到啦 所以我覺得遇到的機率應該是很低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太擔心就 每天都要網路上面看 二樓有沒有人在那邊準備潑鳥屎 這樣會比較慘 因為到時候倒進去 會倒到你的嘴巴 跑新人 或是假遊客 這個東西是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有一種是呢 他會拿著一個金戒指 反正就是一個 看起來蠻貴重的 一個飾品之類的東西 然後他就跑過來跟你說 我看到你掉了這個東西 然後要還給你 但是你很清楚 這個東西不是你的東西 但他們就會很堅持的說 一定要還給你 然後說這東西他剪刀他不能收啊 因為這樣違背他的信仰 然後這時候旁邊就會冒出一些 跟他一樣的信徒 然後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把這個東西拿回去啊 我們不能站回機友 你要走的時候 他們還不讓你走 然後也是趁你不住的時候 把你的東西摸走 那也有那種 把自己夾扮成遊客的啊 一個小小隻的女色 拿著一張真正的地圖 然後在你面前 把這張地圖張開來問你路 那個地圖絕對大到 比他的身體還大 他會一樣趁著你的注意力分散的時候 偷偷把你東西摸走 還有一種是搶手機的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遊客 四五個人走在路上 但是他不會讓你知道 他們四五個人認識 趁你在講電話的時候 其中會有一個人 用力推你一下 另外一個人同時間把你手機抽走 其他三四個人卡視野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是以前自然比較差的時候才會發生 感覺現在自然有好比較多 所以這個應該也不用太擔心 我這麼衰的人都不會遇到 你們應該不會遇到我覺得 說了這麼多 可能又會有人說 我又在嚇人了 害他們不敢去歐洲了 好 沒關係 回到我們這次影片的主題 如果你帶了30萬台幣的現金 到歐洲旅行 要怎麼樣避免自己會被偷 那就要請到我們的秀大師 來跟我說了 首先呢 你要準備一個像這樣的小腰包 腰包很重要 它可以發揮你的胸前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注意到你的包包 然後人家手過來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然後有人在動你包包的時候 你也可以馬上的感覺到 第二個呢 就是鎖上這一個鎖 這一個鎖呢 可以防止你的拉鍊 永遠永遠不可能會被拉開 再來呢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錢袋 錢袋我是放在一個小夾鏈袋裡面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小玉剛剛在拿這個錢袋的時候呢 也是費了一些力 因為它有點大於這個包包的長度了 而且如果你剛好是冬天出去玩的話 更好 因為呢你這樣子先弄好你的包包 然後你再穿起來 衣服扣上 根本不可能會有人動得到你的包包 除非它把你整個人偷走 好 然後包包問題解決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要解決住宿的問題 找一個室安好一點的地方住 就舉個例子 像巴黎總共20區 網路上是有人建議 18到19區不要住 但我當時就為了省錢嘛 我住在19區 因為我是沒遇到危險 所以我覺得算安全 反正如果大家要省錢 也是可以去住到18到20區 但是千萬記得 絕對不要住 超過小巴黎以外的地方 那變成室安就會有點像是 雖然這些都是網路上的影片 但是以防萬一啦 可能現在已經不是這樣子了 第三呢 絕對不要很陌生的說號 那我們來搭訕呢 不要理他 尤其是不要覺得自己有厭遇 除非你長得跟我一樣帥 反正不可能是厭遇啦 有的話也是仙人跳啦 然後呢 我們當時在義大利的時候 就有看到一個阿伯 他就說他想幫我們騎行李上火車 給他5歐元 但是我跟他拒絕了 因為我怕 然後我又看了他跑去問其他人 然後都沒有人願意讓他幫忙 然後最後我就上車之後 我就透過窗戶 我就看到他默默的一個人坐在那邊 感覺很失落很可憐 其實那時候我是有點難過的 那或許真的是需要這筆錢 可能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吃飯 這個問題讓我覺得很矛盾 大多數人可能會想說 這些人好少有錢 為什麼我們去找一份政黨的工作 但是換個角度想 他們會不會根本就是查不到工作 他們會不會就是走投無路 才靠著這種方式來繼續過他們生活 這個問題我在歐洲這趟旅行 我思考的感覺 不只網路上說要小心這些人 就連我親自走訪了一圈 發現奇怪 怎麼前面說到每一個詐騙小偷 或是做一些奇怪怪事的 都是這些萬來移民 其實在歐洲可以看到非常多不同族群的人種 生活在歐洲這塊大土地上 相信大家也不難理解 可能就是因為當時祖國的經濟發展不穩定 或是發生戰爭等等的原因 所以才會有一大批的移民 希望可以在經濟發展 比較好的國家 過更好的生活 雖然說某些歐洲政府 他們會幫忙安置一些 可能戰爭國家的難民 建立一個收容所 然後協助他們找工作 協助他們學習 支出他們 但他們真的有辦法讓每個外來移民 都過上很好的生活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很多人為了生活身不由己 所以他們就藉由歐洲有很多觀光客 就開始擺地攤賣東西 或是幫遊客搬東西賺小費 最後可能又因為競爭太激烈 所以只好走捷徑 開始偷東西 甚至更過分地就開始搶東西 我曾經看過一篇報導 有個新聞記者 他就採訪了一個吉普賽人 那吉普賽人就說 他曾經到了一家餐廳找工作 一開始那家餐廳跟他講說 他們有兩三個職缺 非常缺人 需要他的幫忙 但是當那家餐廳知道 他是吉普賽人之後 又改口說 那我過幾天我再一點東西 那他想 當然最後就是不了解 而據說現在這個狀況 至今都還沒有任何的改善 雖然說這些小偷強盜 就真的很困擾這些遊客 甚至他們當地人 但他們何嘗不是被生活所迫而導致 所以說這真的是一個很矛盾的問題 而這個失業問題 或許就是歐洲 為什麼這麼多小偷最主要的人 大家出門招待還是小心為上 在玩的同時 如果你看到一些黑人 或是吉普賽人他們擺攤 賣紀念品 如果你有需要 我覺得你是可以跟他們玩 也算是幫助他們 因為說實在店裡面的 雖然精緻 但真的貴蠻多的 東西材質不好沒關係 反正就紀念品而已 那至於那些簽名檔 其實怪怪的 還是要特別注意 隨便看影片了吧 這種用比較激烈的手段 來獲取金錢的方式 我覺得實在是不合取 我相信有一天如果沒有任何一個人 願意幫你簽名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漸漸的消失了 那也希望這些弱勢族群的 就業機會 能夠逐漸改善 那未來可能就不會有這麼多小偷 會有騙子 那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那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你的朋友們都知道 那最後千萬不要忘記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們 跟秀跟IG OK各位觀眾 我是小鈺 我們下次見 掰掰